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宫警告 使用假音性证明入美将面临刑事指控 特斯拉开启全球降价 马斯克四字回应 下面我们进入详细内容 美国国税局IRS日前宣布 2023年报税季将从1月23日正式开始 届时将开始受理2022年的税表 国税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今年预计将处理1.68亿份个人报税表 由于日期的原因 纳税人今年将有额外的三天时间提交税表 据悉 4月18日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 而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需要在10月16日前申报 另外 今年报税有四大关键变化 首先 小额转账报税新规至少延后一年实施 也就是说 旨在打击纳税人不报告收入的新规 及所有第三方支付应用平台的用户 若一年中累计收到600美元或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付款 都需要上报收入的规定 将推迟一年实施 其次 使用免费报税服务的收入门槛变化 从1月13日开始 2022年收入在73000美元或以下的纳税人 都可以使用免税的报税服务提交税表 但国税局会等到1月23日报税季开始后才着手处理 另外缴纳2022年第四季度预估税1月17日截止 为了做到按时支付税款 许多纳税人都会在一年中缴纳季度性的预估税 但也有不少本应该这么做的纳税人忽视了这一点 通常情况下 持WR表 纳税人的预估税是从每月的工资中扣缴的 如果纳税人赚取了没有预扣税款的额外收入 例如持有1099表的独立承包商 应该按季度向国税局缴税 同时 国税局还整理了一些报税清单 帮助更多纳税人加速完成报税和退款 同时避免出现报税延误的情况 首先 为了确保准确性 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在报税前 先准备好所有的报税材料 若提交的税表中包含错误或不完整信息 或面临被国税局审查和要求修正的风险 国税局提醒纳税人 大多数收入都要纳税 包括失业收入 养老金 退休计划 银行利息 或从零工经济和数字资产中赚到的钱等等 纳税人应该确保在报税时申报了正确的收入金额 其次 使用电子报税并选择直接存款 会加快退税过程 国税局表示 电子报税的方式可以帮助纳税人避免出现计算上的错误 并能够指导纳税人一步一步完成报税 虽然国税局表示今年的电话服务会有重大改进 但热线中心业务仍然十分繁忙 国税局敦促人们访问IRS.GOV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迈入第四个年头 随着冬季节庆活动增加 防疫措施松绑和奥米克戎亚型变异株持续变异 疫情再次在美国各地卷土重来 新的亚型变异株因传播和免疫逃脱能力增强而引发关注 各地仍使用相同的工具来遏制疫情蔓延 尤其是二架疫苗、口罩、保持通风、抗病毒药物和其他预防措施 然而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助理教授塞加尔说 民众接种加强剂的比例少得可怜 在冬季染疫人数激增再次替公共卫生系统带来压力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恢复强制戴口罩、接种疫苗和筛减的规定 而抗病毒药物的使用率一直很低 根据美国CDC统计 新一波染疫住院率目前在疫情中排名第四高 在夏季感染潮过后住院人数已有所减少 但未下降至先前高峰气候的低点 接着在秋季持平 到了冬季节庆期间再度上升 另外随着XBB1.5变种的快速传播 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指出 有三成的长新冠患者症状持续长达两年以上 专家警告 长新冠的案例增加 可能跟传播力超强的XBB1.5有关 伦敦医学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费福曼表示 不该误以为长新冠主要是较早期的变种所引起 或者误以为看似症状轻微的奥米克戎变种 就不会导致长新冠 事实上37%的长新冠病例 是在最近这波奥米克戎疫情出现的 整体而言 目前有9%的长新冠患者 首度感染新冠是在不到12周以前 新冠案例越多 显然就越有可能出现更多长新冠案例 费福曼表示 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 就更该担心最近这波XBB1.5疫情 新冠疫情仍未完全消退 但如今各国已经相继解封 宣布回归正常生活 大众对于确诊仪式 也从原先的恐慌不安到视为常态 然而 近日胸腔内科专家黄医生警告 不要轻视新冠病毒的杀伤力 若重复感染恐导致人体器官加速老化 尤其是肾脏 脑和心脏手当其冲 据报道 美国圣路易斯健康中心的研究已经证实 感染新冠后会使患者器官加速老化 尤其是罹患长新冠 曾重症住院 以及反复确诊的患者 比较可能出现肾脏 脑 心脏等器官退化的问题 研究中也举例说明 一般来说 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 肾功能在3到4年间仅会下降3%到4%左右 然而 一旦感染上新冠病毒 肾功能在一年内就会下降3%到4% 这意味着老化的速度将增至3倍 加州大学的研究解释 多器官老化出自综合原因 包括病毒抗原可能持续在体内 引发体内反复的发炎反应 造成体内一直产生血栓 容易塞住微血管丰富的器官 此外 也可能是一些体内微生物开始活跃 改变原本消化道内生存的微生物复杂群落 延长了许多免疫反应 甚至产生自体免疫去攻击自己的器官 鉴于器官加速老化的严重性 黄医生着重呼吁民众 千万不要以为确诊是小事 仍应该尽量避免被新冠病毒感染 尤其是反复感染 随着中国全面开放出入境限制 春节假期旅游热潮来临 中美两国都陆续公布了最新的出入境政策 美国白宫就新冠检测证明方面做出了详细解释 并表示如果使用假的核酸阴性证明进入美国 将会面临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公布了赴华的最新疫情防控要求 从1月17日开始 前往中国的旅客必须持登机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 才允许登机 航空公司将会在登机前检测 而落地之后中国海关会进行抽查 白宫新冠应对小组高级顾问纳希德·巴德利亚 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详细解释了新冠阴性证明的要求 巴德利亚表示 检测方式可以是核酸也可以是抗原 赴美的旅客提供的检测结果要包含一定的信息 旅客信息 样本采集日期 进行检测的单位或实验室名称 所使用的检测类型 巴德利亚强调 这必须是一份书面的证明原件 不是复印件或者是图片 由航空公司进行核对其真实性 除此以外 进入美国后 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可能会复查 也可能不会复查 这不是必须程序 但是旅客在美国期间应该保留这份证明 巴德利亚强调 根据CDC的命令 如果提供假的新冠阴性证明 或者是误导性信息 在进入美国后可能会受到刑事指控 除此之外 巴德利亚还建议赴美的旅客 在美国接种最新的mRNA疫苗 目前在美国接种新冠疫苗是免费的 另外 中国驻美大使馆在1月14日发布了 最新的赴华航班旅客疫情防控要求 从1月17日开始 前往中国的旅客必须持登机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 才允许登机 根据中国驻美大使馆的通知 前往中国的旅客需要遵照以下步骤 登机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并随身携带 中国海关将在旅客入境时对证明进行抽查 取得核酸证明后 通过微信小程序 海关旅客指尖服务等进行申报 在几个季度令人失望的交付之后 特斯拉在美国和主要欧洲市场下调了全线产品的价格 这是这家电动车制造商刺激需求做出的最新努力 特斯拉将最便宜的外行车的价格降低了20% 并将其最昂贵的车型在本土市场的价格降低了2.1万 该公司同时在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大规模降价 此前一周 他们刚刚在中国进行了自去年10月以来的第二轮降价 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特斯拉面临的挑战 尽管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过去曾誓言 不提供年终折扣和激励措施 但特斯拉的年度汽车交付量远未达到目标 特斯拉可能不得不牺牲利润 以继续增长并充分利用去年新开或扩建的工厂 对于此次全球范围内的大幅下调售价 全球车主纷纷在网上对特斯拉进行声讨 并且自发组织维权 要求特斯拉免费赠送价值10万元的FSD或者EAP辅助驾驶功能 对于车主的维权发声及补偿要求 马斯克曾经就表达过无奈 他早在2019年5月时就曾表示 当降价时 那些已经买车的车主就会想要更低的价格 但是如果是涨价 这些车主却不会想写支票给特斯拉 就这样吧 值得注意的是 截至特斯拉本轮全球降价后 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Model 3和Model Y车型 售价仍然保持全球最低 两款车型的其售价分别为 22.99万人民币 25.99万人民币 外出就餐 哪家餐厅最好吃 律师 会计师 找谁最靠谱 装修搬家 找谁最安心 到纽约华人资讯网商家点评 海量本地商家 真实点评 您的纽约生活指南 纽约华人资讯网商家的点评 以您的信赖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焦点新闻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朋友 可以订阅纽约焦点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